想要在动漫游戏行业脱颖而出 必须从我们这个行业的历史洪流中 从每一代英雄猛将人生的跌宕和血泪中学习过去 才能预见未来 让自己走得更远 才能让国漫崛起 有谁能比话说里最懂经济学社会学 动漫游二滴三滴 程序各行各业 阴魂不散二十多年无所不惠的寻找 但什么都咋 更能胜任整理这个宏大历史的工作呢 由于国漫简史漫画片 大大超过斗斗村节目的时长 所以分三期发布 国漫简史漫画片上 第一时代 卑微的起点 日漫猖獗 中国传统梁环画 溃不成军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新式漫画 饱受洋人欺压领语 三个其貌不扬的宅男搬进了江城的一家破旧的出租房 我的天 这是你的金枪吗 好好说话 他们被一本非法盗版刊物召集起来 想学着日本做内地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漫画 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漫画 也就是现在大家称的国漫的序幕 这三个宅男正是国漫的上古三剑客 来自死山子的高 早在1991年儿童漫画上 就在尝试新式漫画《小三日记》的作者陈强 繁华如梦的建徐轩 和国漫第一世代的霸者 首个真正出版新漫画单行本 《雪夜》的作者 颜开 这本非法刊物叫《画书大王》 它的宗旨就是一半刊登盗版日本金色 《少年 Jump》的漫画 一半咬活一批中国自己的原创漫画人 《画书大王》出了24期 在94年的夏天被抄斩了 但这本《非法》杂志 却让国内怀揣漫画梦想的人们 第一次窥见到新漫画的曙光 90年代世面上脉的日本、香港、台湾漫画 几乎全是盗版 DC Marvel这些美漫 就像13世纪的美洲大陆一样 对中国的读者还根本不存在 这个时期 大部分国漫人 主要还是跟着日本漫画家 无脑临摹学习 很多作者的画风里 是毫不掩饰地 透露着日本原作的感觉 那时候被国漫人奉为神明的漫画人 这个时候的东西优秘历 还没有跟Cela Moon结婚 还只是一个认真画好每一个的单纯孩子 还有台湾地区的画神 郑魏 漫画女王游素兰 第一世代后期的盗版市场里 还出现了一些无人问津画风丑陋 名字根本没人会读的垃圾漫画 什么OnePurse 什么丁丁冒险奇语 Baddle Set Go 都是曾经买的 谁也没有料到 这些会成为接下来几十年里 君临世界的神作 说到君临世界的神 人称人肉打印机插画界八段神明 韩国速写大师King Jung Yi 面向中国汇华人的超时空速写系列直播客 五月底马上就要开班了 在超时空速写里 你不仅可以近距离 调弃十亿碾压任何汇圈大佬的 真八段画神 还能学到它完全不打草读 就能围执出疯狂而精准的人体透视和场景透视 细节精到笔毛的创作思维方式和练习方法 成倍加点你未来业余职业道路上 任何风格创作的硬实力 随课程还赠送7月份 另一位超强的 庭东浩老师的详细透视原理辅导课 实战原理都不漏 最重要的是 直播全程送超可爱的翻译小妹 Tim老师任何一节课上画的范围 比我们一年画的都多 就算是初学者跟着一节课画下来 也能收获满满 这也是这个喜欢画罗提小姑娘性格很爱的大叔 能受到全世界画手尊敬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两年来拒绝了上百个护画课程推广的斗斗村 这次再无法拒绝 通过节目中的二维码或者链接报名课程 这可以成为八段画神的地址 直接晋升为天使 又可以给咱村一点实际支持 让我们能没有后顾之忧的继续读学 制作这些对动漫游戏从业者们有趣又有用的节目 咨询课程后 记得一定用咱村专用的二维码或者链接报名哦 这样抖村小伙伴的泡面里 能享受到你资助的暖心的感觉 一个温州小姑娘 红红 被一位身在香港画油画的小伙儿阿恒游碎洗脑 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漫画工作室 金红 在科幻世界画刊上刊登漫画 后来回到深圳 出版金红自己的漫画杂志 漫画原子弹 和大部分国办人都学习日本不同 金红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学香港和台湾 阿恒依靠和港漫界的关系 召唤到黄雨郎 马龙城冯志明一批港漫神明的加持 想通过建立一个 类似香港漫画工作室的 流水线作业系统来拯救国门 金红旗下的系列刊物上 除了大量自己工作室的原创作品 也刊登高质量的港漫中短片 还得到上古三剑客等 一批内地新漫画人的支持 但是 像金红这样 远在南方 没有名正言顺的血统 零散的地痞漫画人 山寨漫画组织 又怎么配抵御火枪铁炮的 洋人的进攻呢 96年的金城 国家机器的指纹开始转动了 绝不能让我们大中国孩子的幼小心灵 被这些资本主义的恶臭腐蚀掉 中不和小 完属5155工程的金城下 诞生了五本流淌的正统 皇室血统的漫画杂志 中国卡通 少年漫画 北京卡通 漫画大王 卡通先锋 五大皇家杂志 靠着铺天盖地的皇室关系网 顿时席卷全国家庭订阅和报刊听 给年轻的孩子科普一下 家庭订阅就是90年代 每家每年要给单位上网需要游购的杂志 然后每个月寄到你家门卫传达室的一种服务 就有点像现在的爱奇艺帮年 报刊听就是现在街边 你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小灰盒子 以前没有电话 没有网络的时代 原始人就是这样最更新的 门卫传达室就是一个单位楼下 好了好了知道了 其他那些没有纯正血统数 科幻世界画刊 科普画王 卡通王什么的 能跟着皇室军团 喝点粥吃点泡菜 就不错了 这个时期 城市漫画的工作室和公司 也像雨后春水般出现 一位传统联欢画作者 注册了一家叫 《金城时代》漫画的公司 因为漫画爱好者 搞周安注册了一家 叫《天津神界》漫画的公司 此时离这两个公司 登上历史舞台 改变整个中国漫画的格局 还有十年 中国漫画进入了一个 大跃进般的 充满梦想的时代 或者说 只有梦想的时代 活跃在各大漫画杂志上的 漫画可慌者们 除了上古三剑课 还有 《自由鸟》 学习日本少女团体 Glamp 在上海组织了一批少女画手 开启了日式漫画工作室 模式的强识 蠢量极稿 作品遍布各大漫画杂志 甚至还有过多的生产力 给悠悠白书创作假冒续集 当然现在看来 也可以照 为原作者极度敷衍 感到绝望的粉丝 出版的署名为 原作者的同人本吧 我已经听不懂了 被认为最有实力 成为下一个世代霸者的漫画人 还有一位 在京城各大漫画杂志中 一直默默无闻连载着作品的 能把无足轻重的感情戏 描写得很细腻 对细节要求苛刻 大有成为中国 阿达金米之六的石头 梦里人的姚菲拉 她的助手朱乐陶 除了协助梦里人的制作 也在进行着 自己风格的探索 年轻的他们 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未来将会有一段 怎么样风波式的人生 又会影响 多少页美人的命运 第一世代的 不少主流杂志上 连载的作品 画功分镜 现在看来 随便穿越一个扎扎灰回去 都能把它灭了 不少连抖抖村同仁赛里 业余稿件的水平都没到 这那一集 第一把一三期快解稿了 还没参加的村民 快去投稿了 但这是一个叫 赵家的漫画人 96年的漫画 在一个连互联网 是啥都不知道的年代 他的作品画风独特 分镜流畅 角色还朝得会搞点CP 用24年后的 今天的标准来看 都不逊色于任何顶尖的漫画 而他具备这种实力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初衷的小姑娘 真可谓低龄促的鼻祖 说到鼻祖 还有古风漫画鼻祖 胡蓉 是不是消灭了鼻祖 就消灭了所有古风 You're talking about vampire 随彩风漫画鼻祖 阮云亭 中国电脑CG插画界的鼻祖 Benjamin 这个时期还只是一个 新入行的 老老实实画漫画的小伙子 五大皇室漫画杂志 在明征案头中 形成了抵御外族侵略的堡理 就在国漫人欢庆胜利 高呼梦想的时候 他们没有看到 前路上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暗 已经逼近 下周我们会继续迎来 称霸第二世代的新王者 和一大批斗斗村村民 熟知的漫画作品和能量的 StateJound 国漫的历程里 还有太多每个从业者的心路历程 我们三期简短的节目 只能呈现内地漫画行业的冰山一角 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 包含着当事人和团体 当初的努力 决断与心酸 希望这三期节目 能引出更多的一手经历 让我们一起记录一个 更完整的中国新漫画史 新老村民们可以在留言中 大声爱出那些 咱村节目中没有提到的 自己曾经喜爱的那些 优秀国漫杂志 国漫人和国漫作品 推推他们的新老作品 说说他们的近况 不要让这些优秀的漫画人 被这个快时代淹没 让他们留在我们自豪的 中国漫画的历史长河中 村民们 下次见 Eli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